你好,中美爭霸,威爾大家好 這部影片出現是12月1號的,威爾大家好 所以基辛格呢 創建石油美元,就是這個廢除金本位 其實這個東西只是走回當年 羅斯福走過的路而已,又不算很偉大 但是 基辛格做過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聯絡很多這些海灣國家 尤其是沙地,跟著就是阿聯酋 因為那裡有六個海灣國家的時候 全部以沙地為頭 那他們六兄弟來說最大的就是沙地 那基辛格就針對了 這個當時的沙地和其他海灣國家 賣石油,只用美金 只收美金 那使美金,就算亂用銀子也好 都起碼有個基礎 喂,美金印這麼多而已 他綁定了石油,石油提供有多少 那就美金提供有多少 這樣 這個東西的改動呢 肯定是好過金本位 因為金本位呢,黃金的生產呢 是追不上現代經濟的發展的 因為黃金實在太起缺了 但是石油呢 可以說一句就是按照你的經濟成長 喂,你當時不是這麼搞環保的嘛 用多少石油 代表你的經濟運作有多少 譬如說你打仗要石油 你當時做工業各樣東西都要用石油 那你 石油越用得多 那你就 美元按照石油的擴張 供應的擴張 一起增多 這樣搞呢 其實就令到美金的價值呢 可以穩定 產生了美元霸權 所以基辛格呢 他那時候針斷一些中東國家呢 都是有偉大的地方 但是你說 是不是這麼難呢 我又可以用一個評價來說 又不是這麼難 因為呢 當時候呢 蘇聯是說呢 這個社會主義都是共產主義啦 是不是啊 蘇聯這一套呢 其實跟這些海灣國家呢 是格格不入的 蘇聯呢 他始終都是他的意識形態來講呢 要推翻所有的帝王呀 這些的封建王朝 他就覺得這些是人類落後的政治制度來的 而且蘇聯呢 在四次中東戰爭的裡面呢 都不是這麼 落力去支持呢 這些的譬如說 埃及啦 或者是那時候的敘利亞 去圍剿以色列的時候呢 都不是肯真真正正去支持 因為這些國家沒有真正去實現這個共產主義 那麼蘇聯支持他的時候呢 就幫些不幫些 所以令到呢 中東國家呢 四次 我那時候的四次中東戰爭都是輸的 啊 那麼呢 那些海灣國家就根本不能抽 那麼呢 也會覺得 就說 喂 你 美國佬雖然搞民主而已 但是美國佬很實際的 很多時候都縱容一些獨裁者的 譬如說 那時候台灣有蔣介石 是吧 南韓有 這個 呃 朴正希 這樣就是 朴槿惠的老爸啦 這樣 日本就永遠一黨專政的自民黨啦 這樣 其實 美國佬就不是這麼吹民主的 他自己運作民主而已 但是那時候呢 是不斷包庇一些 不同國家的獨裁者做他乾弟弟的 那麼我說 喂 我跟著你 蘇聯的話 蘇聯有一天會不會和我 滲透我在我國內搞共產主義 推翻皇帝呢 這樣 但是美國佬做開的樣子 不會推翻我們這些獨裁 中國是王朝的 這樣子 跟你美國賺錢 那 就是世界三極 有兩個都 中國 還有 蘇聯 都是共產主義的 哇 那你一會兒 喂 你推翻我搞 搞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共和國 這樣 這樣 我很害怕啊 那麼呢 所以當時中東國家呢 就被跟商家傾傾妥了 而且呢 西方的力量呢 其實你說 英美的體系呢 清霸世界呢 那時候都有二百多年了 到現在三百年了 是不是 如果你說英國開始清霸世界呢 就由殖暴駱駝計起 一七零四年 他奪取了西班牙的殖暴駝 控制了地中海呢 是代表著英國霸 真正進入世界霸權 是一七零四年計起 現在已經超過三百年了 英雄美的霸權的世界 那所以呢 西方世界很容易就針對那些海灣國家 那些國家全部都是 嘿 真是你鬼理啊 最緊要就是 我 和你 美國 你美國可以提供大量財富給我 你西方已經 霸權始終都是優勢好過你蘇聯 蘇聯又 又和我那個政治制度差那麼遠 那民主有時候都很獨裁而已 那時候的角度真的是這樣看的 所以呢 基辛格呢 你說是不是這麼偉大 又不是真的這麼偉大的 你說談得好 那些海灣國家 那些落後的君主制的王爺 我覺得不是這麼難而已 那但是他 的確 他是一個歷史上很關鍵的人 但是呢 你說 他應不應該拿諾貝爾和平獎呢 我是覺得他不應該的 因為呢 其實他做了很多血腥的事情 基辛格呢 在1973年的9月11日 智利的911 他就支持獨裁者 那個叫做什麼 皮諾切特 就推翻了原有的左翼政權 他推翻了原有的左翼政權之後呢 就 皮諾切特 作為獨裁者呢 就在智利境內呢 在美國支持之下呢 大清洗當地的左翼啊 殺了數以萬計的人 那就是說呢 其實大家都不要這麼認真 你說基辛格是這個的 就是 拿過諾貝爾和平獎 其實一直都說諾貝爾和平獎 只是西方自吹自擂的垃圾獎 來的 根本呢 拿諾貝爾和平獎的人 很多都是呢 和希特拉沒有什麼分別的戰犯 其中一個呢 就是基辛格 另一個呢 就叫做呢 奧巴馬 奧巴馬拿完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呢 發動很多戰爭 殺了很多人 譬如說這個 所謂中東的所謂 無理化革命的顏色革命 什麼都好啊 在 我可以說一句 在七十年代呢 很多小的國家呢 就怕你 這個 蘇聯搞紅色革命 滲透他的國家 跟著就推翻他 現有的政權體制的 多過呢 美國的 但是美國贏了 這個 冷戰之後呢 就開始喜歡玩顏色革命 這件事呢 就學了蘇聯 這件事是挺壞的 所以呢 基辛格就不是特別偉大的 是吧 也是真的充滿血腥 很混蛋的一個人 什麼都好啊 他說搞定了 呃 這個當時就 給了諾貝爾和平獎 是因為基辛格呢 是令到呢 美國呢 是 在越戰裡面 停火啊 還有呢 美國呢 開始設出 準備設出 越南 所以就頒過諾貝爾和平獎 那很明顯就是 諾貝爾和平獎呢 就是猶太人 運作的一個 的獎項來的 所以頒獎的時候呢 就不給一個愛爾蘭佬 尼克遜 就給了一個猶太人 啊 基辛格 所以呢 你諾貝爾和平獎呢 很穩定 但是你說中國為什麼 會這麼磅 基辛格 既然這個是一個戰犯 為什麼中國這麼磅呢 就是 其實中國現在的力量已經龐大了一個地步 你美國壓制不了的嘛 但是美國呢 就一直都很有迷思 就死都要在那裡 事事在那裡 在中國那邊搞事 要壓制中國 中國呢 懷念基辛格的原因就是 基辛格的年代 是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最好的年代 如交次七啊 或者是 準備進入如交預測啦 是不是啊 整個七八十年代 中國 中美的關係真的很好 是不是啊 中國呢 就覺得 喂 我跟你美國 喂 我膨張就沒有辦法的啦 你美國你打壓我 又打壓不了 你不如務實些 好像基辛格那樣 你巴結我好過啦 你搞我搞不贏 是不是啊 我又不一定要搶你的位 這個呢 中國就直著 去 吹捧基辛格呢 其實就是踩著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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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的啊 這個 拜登政府 因為他們其實 拜登政府 真的不斷搞些屁股花呢 和中國對抗 補充少少少啦 那 我想 預告呢 明天我會 整 即未來我會做些什麼 首先 其實呢 美國呢 其實是開始走的方向呢 就想呢 減息 或者是 什麼都好 就是呢 我看到日圓呢 竟然是升穿呢 148 哈 對港幣呢 升穿5.3 那這個是因為日圓去升的時候呢 人民幣都一起反彈 就升穿呢 7.8 7.08 哈 7.09 那個數字 7.08 就是 對這個港幣 那可能都是 已經是大約是 升穿90元之間這樣 91元 前後動來動去 這樣 現在我做的時候 就 100元 港幣只是換到90.73 左右 或者90元左右 哈 其實呢 看到 人民幣 和港幣都反彈的時候呢 就是說呢 現在 開始進入一個時代 人民幣沒有貶值壓力 那麼呢 有一些的方向去說呢 就是呢 中國呢 有機會去救市的 哈 另一邊呢 緬甸那邊的局勢呢 都 幾混亂 哈 由於呢 中國呢 已經呢 南部戰區呢 在雲南那邊呢 做一些軍事演習 各樣東西哈 所以呢 都有幾多議題 可以跟同大家說的哈 無論如何都好 你留意呢 中美爭霸啦 好,就是這樣